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晚期是3月20号进行的第八期野狐人气争霸赛半决赛的决胜局 由黑方变向一,对战白方挡一飞,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都走了新小木 左下黑棋点脚阿鲁托,白棋直接单退避开米刀 黑棋挂脚,白棋尖顶之后跳 黑棋拖先,先守一个脚 白棋拆边,强大场,黑棋避住 之后白棋再点脚 那右上角呢,双方也是选择一个最为常规的走法 白棋断打完之后飞 黑棋跟着飞,白棋也是非常稳的,就直接四路飞补齐 这个定势就算完整了 黑棋力二拆三 可以看得出来啊 从这个几个脚上的常规定势啊 双方都没有选择非常复杂的变化 该补的地方呢,都分别补好 对于这个半决赛的决胜局 下的还是非常的谨慎 下一手棋,白棋往底下飞阵 那这个是关乎到黑棋模样的扩张 黑棋反手 往左边点刺 先压缩白棋 这个棋白棋肯定是不肯直接沾的 不然的话黑棋底下有各种打入 这个白棋就头疼了 所以说先拆回来啊 黑棋如果现在断 因为白棋底下已经处理好了 所以说只要跑出左边这几颗子就行了 这个出头是很畅的 黑棋还要收工 所以说实战黑棋跳回 要求白棋不断 当然了,如果说白棋不肯屈服不断的话 也有这个其他的思路啊 就是先点刺把黑棋走中 外面的便宜全部占尽之后呢 通过发动脚上这个斑段的结针 来争取外面这个段 省一手棋 因为这个结一旦打赢的话呢 左下角白棋就全部吃通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 刚开局白棋的结财在哪里 没有什么结财 像右下这里黑棋比较空虚 白棋就算连走两手的话 对于右下角冲击也并不是很大 相反黑棋右上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以后碰上去啊 包括这个左上角 比如说尖刺啊 黑棋的结财还是有一点了 所以说这里呢 白棋也就不去冒险打这个结了 直接老老实实补断 黑棋底下靠断 一个棋呢 黑棋左边这些这个交换 也是为了印针啊 变向一的棋风也是如此 非常的蛮横无礼 所以说变向一的棋呢 要不然就是这个大杀四方 要不然就是被对方杀的偏甲不留 反正这个棋都是很激烈的 然后白棋挺投 这个底下黑棋的一步 你不能去按照正常的扭十字 长一方去下 不然的话白棋直接一个中锤砸下来的话 黑棋是扛不住的 你这个地方搬 压过来白棋咔嚓一段 黑棋就不行了 因为很显然啊 你藏在脚上的话 外面有这个冲断 补外面的话呢 白棋脚上打吃贴柱又吃通了 即使黑棋能走出来 这个二路夹的手筋 也无济于事 白棋就拐下来 黑棋贴住先手承七包围 白棋再打 你拿白棋还是没有办法 夹下来的话呢 白棋冲 你断 他提 你外面随便怎么补啊 白棋夹一个 你死掉 这个黑棋如果说沾的话呢 脚上白棋再一承 黑棋还是不太行 这个二路跳在这儿就不用说了 白棋坚顶 两边分别长棋 黑棋得死 跳在这儿呢 那典型的 又是被白棋冲断之后啊 形成一个大头鬼的棋型 这样的话脚上也得通掉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必须得补一手 跳在三路 也是想让白棋少一些借用啊 更加扎实一点 白棋打吃 黑棋硬要跑真子 这个地方 黑棋显然不想给双方都留有任何的退路了 这个棋 其实黑棋硬要作战的话是比较勉强的 白棋不管是走在底下还是补在上面 黑棋都挺委屈的 比如说就飞锋 虽然说锋不住啊 黑棋这个尝试牵手 可以靠出来 但是呢白棋就往着一瞻 黑棋靠断之后白棋长黑棋双 那黑棋整体还是显得非常的重啊 这个棋就算白棋这样打吃 你跑出来的话 他在一瞻 这个棋黑棋两边都得处理 这里的战斗对黑棋来说不太有利 实战白棋选择单长 黑棋跳一个这个看上去很妙 但其实效果并不理想 AI觉得呢你这个白棋啊就直接打吃穿出来就行了 穿出来之后底下已经很厚了 再往天上一飞 这个白棋的头啊也跑在黑棋的前面 等你这四颗子往前跑 白棋就跟着跑 走着走着黑棋右边的这个潜力啊 自然就被白棋给消掉了不少 所以说这个棋黑棋在这儿作战 其实是偏离了这个正常的轨道 实战白棋靠一个 想跟黑棋互标这个手筋 这个棋确实黑棋很难受 不太好处理 拐头的话呢白棋可以搬 你断打那白棋就直接从旁边打吃 沾上滚包 然后再拐头 这个棋黑棋就很难受了 你中间打吃出头的话 白棋这三颗子的活力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脚上碰一碰啊 跳一跳 随便腾螺一下就活了 黑棋的右边空也就随之烟消云散 所以说这个拐头不好 那扳呢 扳的话白棋可以反扳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相似断的这个棋型 黑棋断打白棋反打 提掉的话再一尝 黑棋接不贵 白棋又吃通了 所以说 拐头也不行 扳也不行 最终黑棋只能沾上 被白棋挡住 这里走成一个棍子啊 棋太紧了 跳出 腿就直接被打断了 两口气冲不出去 所以说只有冲 往左右两边冲呢 其实都差不多了 右边冲 白棋扳 打吃 再打 尝一个 沾上 这个可能更差 因为黑棋被打成一个大饼之后 只能往左边去联络 这样被白棋直接跳加 白棋可以活在这个中间 黑棋右边的这个空啊 又围不成了 这个方向黑棋严重 有问题 那如果说 黑棋这个 像实战一样 冲在左边 我们来看这个 接下来的下法 白棋扳 黑棋断打完之后 打吃 白棋 担成 接下来 黑棋 再沾上 下手棋呢 白棋走的 有一些瑕疵 这个地方应该先拐头 再跳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变化图 那黑棋要冲的话 也只有这样走 再挖 白棋 沾上 黑棋 打吃之后 再挖一个 这个就是必然的变化 没有任何的这个分支 这样呢 白棋先手 连成一个棍子 铁后 以后往右边飞一飞 黑棋也就没了 这个孔 那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棋跳家 当然黑棋也没有 其他的选择 只有冲一个 断打 再打吃 再冲 白棋成 黑棋再冲 扳头 断打 打吃 再一半 这个也是必然的变化 刚才中间呢 白棋是连成一根棍子 现在呢 被黑棋 这儿断一断 那打一打 断成了好几节 那很明显 现在白棋就没有 刚才厚 所以说白棋在这儿的处理 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下一手棋 白棋单长 这样只能确保把中间给吃住 右边这两颗子还是会被黑棋给封进去 那黑棋右边的这个孔 如果说全部围住的话 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AI的这个建议呢 就是一定不能让黑棋这个里面围住 白棋要在里面搞事情 可以先打一下 这个打了之后 先手就可以扳头了 黑棋猴出去 白棋贴住之后再一猴 这个地方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容易做活的 因为黑棋如果说补角的话 白棋比如说往前飞一飞 黑棋外面要包围 这里再贴住一下 走一走 一眼围还可以 所以说这里如果说白棋能活出来一块 是目前最大的地方 实战呢 白棋是先往底下去打持 然后拽出来又上这颗子 这个就不太好了 因为黑棋右上这四颗子 是完全可以看清的 现在价值更大的 依然在这个右下角的空 所以说黑棋下来跳一个 这个方向非常正确 继续补棋 AI还是不死心 觉得即使黑棋补一手 白棋还是应该进去 这个棋呢 白棋可以考虑跳一个 因为如果说黑棋就这样围 肯定不可能 被白棋贴住 那这个护围的话 白棋上面大了一圈 黑棋肯定要选择反击 点刺 把白棋给封进去 那白棋呢 就继续往这个里面去搬 你要打持就反打 通掉了 双A个白棋贴住 晚上外面有冲断 黑棋得沾 白棋也沾上 上面这里右上角又有斑断 吃三颗起筋 白棋回去了 那黑棋得补 靠住之后 白棋顶一个 然后就拼白棋里面的这个死活 黑棋比如说夹过来 破眼 白棋外面随时也可以跟黑棋直接干起来 这个里面呢 眼位 现在是看不清楚啊 但是总归是有机会的 这个是白棋局部的一个最强下法 就是跳一个 继续往里钻 实战白棋还是想出头啊 吃住右上角已经觉得可以满意了 那黑棋再补一刀 这个地方小尖再补一手 里面啊 围的越来越牢固 但是还是有棋 我们先看实战 白棋呢 开始经营上方的大控 想跟黑棋互围 黑棋往中间点刺 从这里渗透进来 这个棋确实白棋 唯空的难度不小 因为你就像实战一样提到的话 黑棋左右两边啊 都可以往里面去深入 那这个点刺呢 AI觉得仍然白棋可以脱线 我就趁现在黑棋这个右 右上的穿向眼 还没有完全补掉的时候啊 再进来 先往这个脚上碰一个 马上这两颗棋径要联络 那你黑棋得打持吧 打持连通 白棋再往上拆盖 马上穿向眼呢 要连回 而且二路还要做根据地 你黑棋得补棋 白棋可以先穿一下 等你冲的时候 二路再翻一下 这个棋你要是补脚上的话呢 爬一个 糊一糊啊 这个里面眼位都出来了 你要是点刺证杀棋的话呢 白棋再往三三这里碰一碰 你比如说斑啊 白棋打吃啊 走一走 这里面是大概率是可以出棋的 所以说AI还是再三强调 白棋只要找到机会啊 就要进去 哪怕黑棋现在已经补得八九不离十了 实战呢 挡一杯还是决定这个先稳住正脚 慢慢跟黑棋磨 变相一 选择扳头 扳完之后白棋反扳 黑棋断 下一手棋 白棋打吃 黑棋长 这个地方 黑棋就是想最后利用一下右上角的这几颗死子 从中间这里把白棋的空完全打通掉 顺便呢 再威胁白棋中间这朵花 起到一个这个 一子两用的这个目的 那白棋如果说就这样冲 冲完之后断打 补上面显然不行 因为中间欠了一个冲断 实战呢 白棋的这手挖也就是为了补掉这个中间的问题 如果说黑棋打吃 那白棋可以断打完之后再双一个 这样的话 黑棋再挡住白棋就可以断打去吃中间的黑棋了 相当于这个挖也是为了这个打 先手啊 做一个牺牲 然后呢 可以往中间先手补齐再去杀黑棋 实战黑棋也是洞穿了白棋的意图啊 所以说选择单退 不给借用 白棋打吃进来 这个黑棋还是得沾的 你要是探心把白棋全部包进来 从上面打的话 那白棋可以提 黑棋再沾上 白棋可以连回这颗棋筋 因为当黑棋再打吃的时候 白棋沾上 你这一团啊 是无论如何都吃不了白棋了 打吃的话 白棋可以连回去 气是够的 从这儿打的话 白棋可以这样冲出来 也没什么 所以说黑棋必须要冲断 那白棋往上一打 快一气呢 就把这个黑棋右上角给吃掉 黑棋从中间这里分段 白棋自己联络的话 那白棋这朵花 还可以往左边再飞出 这样白棋两边得力 黑棋就有点落空了 所以说实战黑棋选择站 白棋往右上打吃 黑棋中间冲一个联络 接下来白棋右边 喉进去掏空 黑棋先往上打吃 不过白棋的计算 也是非常的精准 这个地方没有先去提掉 或者说沾 先往里面拐头 再掏空 因为黑棋如果说 右上角提掉的话 这个里面就要出事情了 白棋可以冲进来 你再去冲断白棋的话 是一个后手 因为你中间得补棋 这样的话 白棋再长一个 就要活在里面了 你要是补这个里面的话 那白棋上面就补一补 还是可以连通 你要是连回上面这三颗子 把白棋的后路切断的话 那底下白棋可以先打一下 再跳架 把黑棋这四颗子给吃住 所以说白棋这手拐 还是计算力非常的深厚 黑棋这个时候看出来了 拐吃补一手 然后白棋往二路跳 这个棋的话 白棋想让黑棋右上角 后手补棋 接下来黑棋先往上提 白棋顶住 先把自己连回 黑棋外面点刺先手 然后就老老实实去做活了 这个棋其实黑棋 还是没有完全的判断清楚局势 我们要注意到 黑棋右上角不活 确实是个问题 但是白棋中间这朵花 现在也不活 权衡一下这两边的价值 还是中间的这个价值更大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说黑棋能成功的 拿住中间这一块 吃通的话 黑棋这里会变得铁厚 这里一旦厚了 同时还会照顾到 左上角这个利二拆三的保卫 相当于这个木鼠 跟右上角黑棋这一块 不相上下 但是厚薄差了很多 所以说呢 黑棋应该往中间去小间 先把棋金逃跑 白棋右上 一路小间补一刀 杀掉黑棋 黑棋可以再这样去 翻打完之后打吃 白棋中间这朵花 基本上也就死在这里了 你再跑的话 黑棋就不管从哪边去 把你分断 这个棋白棋活命的机会 几乎没有 所以说应该去转换啊 实战黑棋还是提掉做活 那白棋得以在中间补棋 下一手棋 这个白棋补的就比较的生硬啊 这个棋打实在这里 确实显得非常的僵硬啊 AI的这个补法就 让人赏心悦目 飞一个 你黑棋如果这样打 跑出来无所谓 随便你 包括你直接飞 都差不多啊 直接飞白棋再跟着飞 你把这些残子全部联络 白棋再往上飞 又违控 又顺道把这个中间的 这个棋全部给连回了 这个是效率更高的一个下法 实战呢 白棋非常僵硬的拐打 那黑棋先往上冲 白棋挡住 接下来这个变相一 老毛病又犯了 这个棋非要这个 跟白棋杠在这儿 去跑阵子干什么呢 这个棋左边可以 直接把这个给交换掉 中间让白棋联络就联络 上面刺一下 然后再回到上边 把这个思路夹长一个 给交换掉 这不就瞬间把白棋的 这个控全部给打消掉了吗 这肯定是黑棋比较好 实战这个棋 黑棋真的是 可以说恶极缠身 这个 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手 非要往这个地方跑阵子 跟这个下面的这个跑阵子 如出一折 那白棋冲出来 啊 黑棋在拐住 真的这个棋看得很笨重 白棋搬 黑棋跳一个 这个棋想杀中间这朵花 当然是不可能的 啊 白棋就冲一个 你能耐我喝 搬就不要想了 搬的话就冲烂掉了 这个 尝的话 白棋冲 你再搬也没用 啊 白棋可以冲完之后断打 再打吃一下 上面再打 连通了 跑跑不掉了 跑的话 拐打 尝一个加持 死掉 所以说这朵花吃不掉了呢 黑棋跑出来干什么呢 实战黑棋搬 白棋冲完之后 打吃出头 接下来 黑棋又突然非常的含蓄了 那一走到这儿呢 你总得确保这个棋 完完全全的连回家 打吃啊 这个棋肯定不如双打吃 双打吃 提掉白棋也不可能在这儿去顶一步 这个后手 他走其他地方 比如说上面违空 那你底下这个打 始终是黑棋的先手 这个地方不是就铁后了吗 这个力二拆三又得到了加强 所以说像这种地方啊 就双打吃就最好 实战黑棋打吃在外面 再贴住打吃被白棋提 那很明显这个薄了不少 可能黑棋是想抢先手 破上面啊 所以说这样下 这个棋呢 反正黑棋也没有什么特别严厉的 你要穿将眼 白棋可以先往中间这个粘啊 马上中间这个棋筋要冲回去 黑棋得补 虎一个也是先手 还是要冲回棋筋 黑棋得补 白棋再往外冲 这个时候 黑棋的保卫不就体现出来了吗 你要是冲回去 这里飞刺啊 先手扳一扳 你这两颗子说不定要损进来 你要补的话 白棋就挡住了 这个大家互相唯恐 也没什么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中间的这个处理也有问题 实战的黑棋往上飞 去唯控 顺便威胁白棋中间 白棋虎一个先手啊 黑棋联络 接下来的话 白棋选择靠一个 老老实实补齐 这个地方确实 不补的话 危险比较大 有个穿向眼 主要是 白棋如果说 优先去点完之后 扳 破黑棋左边的话 这里黑棋随时脱身啊 就会这个站上 然后再穿向眼 反咬白棋一口 这个棋中间就有点危险了 所以说白棋靠住联络 补齐 黑棋搬 然后白棋坚定 白棋也是忍了很久了 这个感觉黑棋越来越过分了 所以说白棋这个地方直接坚定 把黑棋上面给分断 接下来黑棋打持 白棋站 这个站不好 这个地方 黑棋这个 确实战斗力比较的强 白棋 白棋必顶非要去杀黑棋啊 如果说这个时候能形成一个互相掏空的局面 也是可以的啊 白棋可以跳一个 黑棋 虎在上面 白棋挡住 上面冲回家 让黑棋连回 白棋就直接往左边这里冲进来 黑棋中间沾 白棋沾 黑棋联络的话 白棋再沾 上面虽然说白棋的空被黑棋给掏掉了 但是黑棋左边这个地方也是薄的很 他还不太好补啊 这里挡住的话 再沖 再长的话 再沖 马上再长 还有一个几段 这个尾巴说不定要交代在这里 所以说其实白棋是可以考虑这个忽破的 实战白棋还是沾 沾的话黑棋往上虎 这里白棋联络受到重创 白棋长一个 黑棋再往外冲 这个地方还不太好去分段黑棋 比如说这个跳家 跳家的话 黑棋冲一个 提掉的话 他断打 你不可能沾截 沾截的话 上面冲要冲烂了 反杀了 你沾这个黑棋提截 那就打截吧 对吧 这个棋 黑棋右上也是有一些截材的 打截的风险也非常大 直接关乎到中间这个 大龙的生死 白棋有太大的风险了 比如说跳家比较勉强 比如说这个呢 这个看上去是个手精 黑棋往上冲 冲完之后断 你打吃他沾上 这个中间几颗子 你吃掉就可以了 这无所谓 关键是你上面两颗奇筋 脸不会去啊 背一个的话 直接打吃 然后把白棋挣掉 这样白棋也是 直接就一拳 扑了个空 所以说这个分段都不成立 那实战白棋冲一个 然后再飞刺 黑棋还要再沾上 这个地方也是看准了 白棋不敢这样去拐头 拐头呢 黑棋就冲啊 断 打吃他沾上 这个棋 白棋如果说硬杀的话 上面断打 那自己中间大龙又完了 这个被黑棋跑回去 沾上之后 白棋中间 看得见的只有四口棋 上面这个黑棋也是四口棋 但是你棋不太好收 你沾左边 上面打吃 随便捧一捧 棋尝出来了 斑的话是最强下法 但是斑的话 这个黑棋就打吃 沾上他再一打 这个棋也能延长出来 所以说这个白棋不能强杀啊 还是要先把自己联络贴住 黑棋上面冲 黑棋这个地方下的还是比较冷静的 往外面冲的话呢 主要是还没有完全连的回去啊 白棋有这种靠的手段 因为你要跟着走 说不定这个马 马上要被白棋给扳断了 你要是补上面的话呢 这个底下这条尾巴又危险了 白棋挖毡 虎一个的话 白棋拐头 你这个虎就虎不回家了 直接要被白棋扳断 那两边这个棋都不活 黑棋麻烦 所以说实战呢 黑棋是从上面这条小路溜回去 白棋拐打 黑棋赶快逃命 连回家 之后白棋往左边去飞 威胁黑棋的联络 其实这个棋上面黑棋获利已经非常巨大了 把白棋的空给破了 左上角白棋也被碰伤了 所以说这个左边这里的定型黑棋可以说别无他球 只要可以连回 哪怕从这个一路连滚带爬都行 那这个地方具体应该怎么联络呢 应该往外面靠 然后再夹 白棋沾黑棋连回 这个是可以确保连上的 实战黑棋这个先往三路拖有问题 这个先拖 白棋扳黑棋断 然后白棋打持 这个确实要被断开了 因为你要是这个长的话 白棋可以冲下去 你这样去断打持两颗子的话 白棋反打之后再跳回 那你底下这条大龙就死了 所以说黑棋只有这样去断打 然后再从上面打持 本来就已经可以安全全的渡过 现在变成一个截了 而且这个地方 白棋实战还犯了一个失误 没有算清楚 应该去战截的 战截的话 黑棋战白棋可以先往上提 这一提的话 白棋中间大龙彻底活起 那黑棋如果说要立下去 杀这个脚上 或者说杀这个梅花舞的话 那白棋可以直接往脚上团住 威胁黑棋的断点 黑棋尽可能的往上面打持掏空的话 那白棋先把左边这个梅花舞给联络 跳回 黑棋沾白棋断 这个这样 脚上虽然说白棋感觉破破烂烂的 但是黑棋上面也不火 你要冲的话白棋还可以打持 这样的话 黑棋提掉白棋再往上面去补齐 那白棋活了 黑棋自然就死掉 而且黑棋整个左边的大龙现在都不火 所以说正下黑棋就已经不太行了 白棋应该沾截 然后把黑棋给断开 杀棋 实战这个棋肯定也是时间不够用了 这个棋的计算是非常的复杂的 所以说白棋也就直接断上去了 打截了 那这个棋就说不准了 打截的话 右下角白棋拐出来长气 可以去沾 这个因为你要是打的话 以后这个打又多了 也没结材吗 你沾的话 以后白棋冲 这个就不算是结材 这个就小 但是走这儿的话 这个棋以后关子会比较的亏 比如说以后白棋有这种 二路笔顶的这个收关的手镜 但没办法 为了这个结材 让白棋少一点 接下来白棋提结 然后黑棋往上面去冲 这个棋白棋还是要这个就占结 如果说跟着硬的话 黑棋再提 白棋结材就不好找了 因为右下已经没有结材了 你只能去找这个本身结 比如说左边冲 黑棋再跟着硬 你再提 黑棋右上还有结材 右上的结材找过之后再提 你再去吃这个底下的尾巴 黑棋就不要了 就把这个左上的结一削 你把这个尾巴一吃也就这一堆杆子了 关键是白棋左上角这个损失惨重啊 不仅是上边的空被掏掉了 左边这个结打得亏了 左上说不定还要死 所以说这个结白棋不能这样打 这个黑棋右上冲已经算是给面子了 白棋赶紧粘结 黑棋再往右上一站 这样的话呢 先形成了一个转换 白棋右上这个大龙被反杀 黑棋左边这块棋死掉 上面左上角这块棋现在生死未卜 主要就看这块棋的死活了 接下来白棋粘 先把脚上给修补好 黑棋往左边小尖 这个没用 白棋二路小尖阻度就行 因为黑棋如果说冲下来的话 白棋可以这样一路搬粘 不仅是阻度防止黑棋击断 搬粘过后呢 还有个断打 给自己这个梅花五 又留了一个后门 这样的话 黑棋上面粘 左眼白棋就可以二路飞破眼 黑棋再把中间白棋大龙 这个分段的话 包括左边粘上的话 白棋就补 你什么时候往左上角立下去 白棋就断吃 边上这颗子 还是可以联络 这样白棋都可以分别安定 那黑棋左上还是死 所以说这个二路小尖 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手 那实战黑棋往上面沾 想要做活了 白棋往新为几个 先要求黑棋补断 然后度过 这样什么左边这里挡住啊 阻度啊 这类的问题全部不存在 脚上也活干净了 现在黑棋 这个左边大龙全死 还是要看上面 这个棋的胜负 就在于这里的死活问题了 然后黑棋上面飞一个扩大眼位 白棋沾上 黑棋再挤 挤掉之后呢 白棋中间肯定要沾不断啊 黑棋再往上扳扩大眼位 白棋挡住 这个棋脚上不能布 你如果说先往上面去二路飞 这样去破眼的话 脚上有问题了 被黑棋爬一个之后 再往上面一断 因为二路有一个挖 完之后沾这个先手破眼啊 白棋只有沾上 等你沾的时候 黑棋再往脚上扳 这样这个只有一只眼啊 这个白棋不活了 脚上跟黑棋变上这块对杀 白棋也没什么把握 这个棋也挺紧的 所以说肯定要先确保脚上活棋 实战白棋挡住 黑棋选择力啊 这个球我们来看 黑棋如果直接往边上这里扩大眼位 能不能活 其实是可以的 白棋冲 点进去的话 黑棋可以沾 白棋二路打拔的话 黑棋就直接往上面搂打就紧了 这个双打吃的无所谓 双打吃之后 黑棋就提掉 上面团住作业 是可以活棋的 这个局部能够活 实战黑棋为什么选择一路力呢 就是继续想保持对于白棋 右上角的威胁 其实这个棋的话 白棋应该挡住 挡住的话 先确保自己的眼位 然后黑棋唬在这的话 接下来白棋杀棋的手段 是要往这个一路去拖 因为有个道铺嘛 黑桥补的话 只有打吃 白棋可以这样断打上去 然后再打吃跟黑棋 打这个结 一个局部就变成一个打结活 当然黑棋 这个棋也有机会 就是打结的话 黑棋可以先去造结材 先不着急断打上去 先往左上断 等白棋提结的时候 黑棋在这个 左边冲下来 这样先造一堆结材 以后这个一路打 包括这个白棋搬的时候 再打吃 各种结材全部用上 再跟白棋去打上面这个结 黑棋就有把握了 所以说这个棋 如果白棋挡住的话 这样形成一个结 也是很乱的 具体谁能更有把握 也很难说 实战白棋回到左下角去搬 可能白棋也是想 这个要不然先造结材 但是呢 黑棋就拖先了 黑棋往右上一断 先把白棋脚断开 白棋联络的时候 接下来 黑棋的机会来了 这个棋首先 白棋不挡的话 黑棋有这个一路拐头 缩小眼位 当白棋挡住的时候 黑棋可以唬一个 这样还是刚才的这个棋形 就是白棋想杀黑棋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走这个一路拖 然后断打 去跟黑棋打这个结 但除了这个地方 有个结之外 这个脚上白棋也够呛 这个被黑棋扑一个 你怎么办 提到的话 有这个打 粘上直接往脚上一扳 局部是死棋 这个团柱的话 这个结 粘的话 那就再扳 还是白棋不挡 这块棋仍然要被黑棋给卷进了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下法 形成一个结 或者说黑棋可以粘在这个上面 这个粘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粘首先扩大眼位 还有就是 就让以后白棋这个地方粘变成一个后手 黑棋可以挤进去 就是在这个 这个子已经粘上的情况下 挤到中间可以把这个眼破掉 但是这个是后话了 就是可以先粘 先粘的话 白棋这个上面飞一个 黑棋虎一个 白棋这样去破眼的话 那黑棋还是上面拐 看白棋怎么办 挡住的话就仍然是扑进去 白棋团住 那就跟白棋打这个右上角的结 形成一个打结杀 白棋如果说不管了 去吃黑棋左下 因为这里黑棋还欠了一手棋 没有补 吃左下角的话 那黑棋就杀右上角拖进去 这样白棋死了 那接下来要收关 白棋可以往底下逼顶 收一收这些大管子 这个棋仍然很难脚 也是一盘比较细的棋 所以说这个右上 反正白棋不补 至少是有个结针的 实战黑棋先往中间粘 去破掉白棋中间这只眼 然后白棋沾上先打吃 其实这个时候对于黑棋来说 先不要沾 还是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就是拐到这个一路去 这个拐头非常的严厉 拐头白棋 扳下来 刚才我们摆的是这个变化 就是虎的话 白棋有这个一路拖 然后断打上去开截 除此之外呢 黑棋还有一个近活的下法 就是沾在这 沾这的话 只不过会让白棋这个立下去 直接做活 白棋右上角活了 然后黑棋再沾这个 再沾这个的话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白棋这个沾是后手 黑棋可以把中间这只眼给挤掉 这样白棋中间大龙不活 只有回过头来 往左边去提这个奇金连通 那黑棋上面就先手活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拖先 把这个左下角给补活了 上面为什么说已经活了呢 白棋飞进去 黑棋靠 你在顶住的时候 黑棋直接就一路倒腹 两眼活棋 这样的话 从胜率上来看 还是一个五五开的棋 这个棋真的是很细了 要拼关子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其实对于黑棋来讲 要不然就跟白棋 去打右上角的这个结 只不过自己也不活 然后再搭上这个 左下角这块棋 这个是最为激烈的一个下法 要不然呢 就是这个拐猪球粘 近火 然后白棋右上角和黑棋的左下角分别活棋 这个是大家都不会死 要不然就是大家鱼死网破 要不然都不会死 对于黑棋来说都有机会 如果这样下就变成一个关子棋了 实战 黑棋选择沾上 这个棋有问题 沾上之后 白棋中间关键是不用再去这样打吃 然后去坐眼火起了 直接往这个左上一爬 这个棋 黑棋是没有提前沾到这个二路 是非常 非常这个影响存活的 现在黑棋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 你要跳下去的话呢 这个扩大眼位 白棋可以冲完之后 有这个二路点 这个很头疼 两边都有断 沾的话白棋断 黑棋关键没眼 上面再拐头的话 白棋搬 你打持 沾上 这个棋不要说 这个黑棋搬进去对杀了 白棋就直接往上打持 收气 黑棋就已经尽死 这个气已经不够了 所以说这个二路跳不行 实战 黑棋挡住 白棋二路透点 黑棋是沾的 你虎一个也不行 虎一个白棋往前 冲一个先手再断 先把这两颗子断吃 黑棋上面虎一个坐眼 这个眼坐不出来 白棋可以先打 你坐眼肯定气不够 你外面收气的话也不行 外面收气被这个眼一掐 这个棋 等会白棋打持之后 再往一路立 那黑棋气还是不够 跟中间杀也杀不够 所以说黑棋实战是选择沾的 沾的话白棋度过 你现在走什么都不行了 比如说这个上面再拐头 白棋打持 中间一沾 你挤一个破眼 白棋再收气 上面再拐白棋沾上 这个马上就直接一打就死 这个拐头不行了 现在沾这个的话呢 也晚了 白棋唬一个 你收气他收气 你再收他再收 你再挤一个白棋沾 眼杀了 这也不行了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 一招不胜 满盘皆输 就上面刚才给你活的时候 你不活 被白棋往这一拐 一点一扳 就快死了 实战黑棋挖一个 然后做结 这个是黑棋最后的一个倔强了 白棋就提结 马上一手棋就把你给提掉了 黑棋也不能沾 沾的话白棋沾 随便你这个用什么断的手精去延棋都没有 你跟白棋中间杀呢 只有死路一条 这肯定杀不过的 所以说就最后这个结了 实战黑棋往左边挤一个 白棋也是心狠手辣 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可以消结了 把这个结一削 放黑棋左边活 脚上这个搬进去 还有一通搜挂 这个棋收关的话 白棋也赢定了 不过呢 白棋还是要先沾一下 继续细耍一下黑棋 黑棋再提结 白棋往中间一顶 这个也是个结材 你不能去上面消结 上面消结活了 中间被白棋一沾 还是个先手 打吃黑棋 等你提掉的时候 白棋把右上这两颗子一沾 又把黑棋右上的大龙给反杀 白棋右边棋子回生 这个价值不输上面这一块 这样黑棋也不够 所以说黑棋还只能跟着硬 白棋再提结 接下来黑棋无能为力了 只能找这个中间的这个铺的结材 黑棋要注意到这个现在 左下角还牵了一首棋呢 你如果说找左边的二路夹 这个根本就不是结材 这个下棋 因为白棋上面直接把结一削 你再去度过跟刚才几个 把白棋断开 吃掉这颗子 这个眼位完全是天差地别 这个地方从一路度过都是假眼 被白棋往脚上搬完之后再一搬 这个再沾上 你挡下来 一只后手眼 白棋往旁边一吼 再补一刀 直插黑棋的心脏 大龙全死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棋只有铺中间啊 其实白棋如果说 这个杀棋猪心的话 完全可以再把这个棋跟着 黑棋上面提的话 白棋还有本身截没有用呢 这个地方黑棋在提 白棋在提截 黑棋没有截材了 你沾的话白棋就打吃 这样直接跟你再杀棋 黑棋也不行 这个是最为狠毒的一个下方 实战白棋算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提掉 让黑棋吃通中间 然后白棋再把左下角一杀 这个左上提子 怎么跟第二盘 那个党一飞 赢得那盘棋四层相识 那盘棋也是最后 直接把右下角全部提光 非常的爽 这盘棋也是又提光 对这个变相一的心灵 也是又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加莱收官了 没什么好下的了 黑棋左边夹一个 白棋路斑 黑棋底下二路飞 把这个笔顶给补掉 并回家 白棋左边 虎一个 黑棋底下一路斑 爬 沾上 先手 白棋再一虎 底下没什么看的 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 这个小棺子 最后还是勤勤恳恳的 把这个棺子给收完 看得出来 变相一非常的不服气 那这盘棋最终的结果呢 是白棋赢了19目半 这个差距也是非常大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可以说剧情反转的非常的厉害 也是一波三折 这个白棋的问题 我们讲一讲主要问题 就是在中间这个地方 对于这种花逃跑的方式有问题 还有就是黑棋在上面掏空的地方 这个白棋应该就跟黑棋转换 去破黑棋左边 互破的话 黑棋这个里面的空还有保卫 白棋不错 实战呢 白棋比较上头 这个硬要在上面硬撑 结果形成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战斗 然后黑棋当然在上面这里的对杀 出现了计算失误啊 本来是要不然 左下右上两个角同归于尽 黑棋上面大龙火棋 要不然就是各自火棋收关 对于黑棋来说都完全没有什么这个负担的棋 那最终黑棋出现判断失误啊 在上面这个被白棋先缩小掩位之后啊 形成对杀 最终产生一个结症 这个棋黑棋没什么结材 就被白棋直接给打包了 这边棋主要变向一这几个 比如说底下这个跑针子啊 中间的跑针子啊 就下的太一根筋 在一些没有必要挑起战斗的地方 非要硬去杀啊 然后最终计算也是 连连出现失误 好那也是恭喜等一飞 获得了半决赛决胜局的胜利 好那这番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